不懂的 譬如舉個例 大家都知道現在的碟 經常會出一些復刻版 那些復刻版的碟除了大家是街之項文的唱片之外 有時候這個專輯可能是 譬如舉個例 剛剛我們找到一隻就是蔡豐華的舊碟 是 我們說到幾首蔡豐華的歌 壹哥 說兩首歌吧 絕對空虛 絕對空虛 是 外不是遊戲 很多 高溫境界 等感 月食 破碎 那些 是 有很多的 現影那些 但是呢 姜成熟時 譬如我們手上收到的這張專輯 你放在哪裏 剛才明明在那裏 譬如它有幾首歌 就是 這是為什麼放在封面上網 我猜這首應該是Original Album 還有很早的 是的 德塞串心之 浮沉人海忠 人海忠 這些 這些歌我們印象比較模糊 哪一首歌叫做《怎樣說你知》 我好像聽過名字 是 但又好像不太曉得一首歌 那不如我們一起聽一下吧 你曉得不曉得 我只是當新歌聽而已 我只是說一次浮沉人海忠 沒有…我突然開心而已 這首就是《怎樣說你知》 好像風飄飄 好像風飄飄 馬上想起唐哥 等一下想要不要播放 想飛風飄飄 最近看電視的廣告 很多是唐哥的 有很多聲音 出二番 原對你說出 心中永遠愛著你 原對你細數 為你天天心癡癡 但我永遠沒有發言說出這句子 讓這愛已受於心陷淚 我原天天清早看著你笑 原意天天哀晚對著等月兒 我的心中只想你也有這意思 共我天天相親相依 原愛以此聲 我伴永遠照著你 原愛以永遠 像那清風輕輕吹 原我到老也會伴你風女作詩 在愛淚眼中一生都美 努力爭取光彩也為愛你 換你開開心心笑著好懷疑 我的心中早早有著這個意思 但我不知怎樣說你知 原愛以此聲 我伴永遠照著你 原愛以永遠 像那清風輕輕吹 原我到老也會伴你風女作詩 在愛淚眼中一生都美 努力爭取光彩也為愛你 換你開開心心笑著好懷疑 我的心中早早有著這個意思 但我不知怎樣說你知 但我不知怎樣說你知 沒有山跑不上攀不高 好似呀 你在想什麼 不不不不 我覺得也有一種很清聰的感覺 作曲的叫做山木康世 填字就是鄭國剛老師的 歌曲叫做怎樣說你知 可能有些心機朋友聽說 我認識你 我聽到普夏儀又好像認識 偶爾聽過的 對 多謝這些復刻版的唱片 令我們溫故之身 除了很多經典的勤賽前輩的歌之外 很久沒有聽過這個 勤賽Centroy 他有寫的 他有寫勤賽 他沒有寫勤賽 Centroy有簽名的 是 一個曉得蔡豐華前輩的什麼呢 除了歌之外 喔 偶爾會有一些節目有重溫的 叫做 看回他的一些片段 除此之外 早兩天就在圖書館溫書 是 那你知道溫書就是YouTube那裏 四周圍 遊歷一下 是 看到當年的一個片段 是否景哥金局 應該是頒獎禮 那個是貴選 是 當年那件事 反而我熟了另一段片 就討論起一個叫曼德拉效應的東西 什麼叫曼德拉效應 誰叫曼德拉效應 那個 南非那個 自由燦爛的區學 是 暴徽歲月那個 是 就說大家很多時候 我們這個節目就是賣集體回憶 不是 我們賣最新鮮的科技 我們長在時代尖端 105月 我們講一些很接地氣的東西 我的集體回憶 然後呢 然後呢 原來很多時候我們這些集體回憶 可能都是錯的 其中一個就是 當年前輩的那句說話 究竟確實的字眼是哪幾個字 它不是一閃亮的光輝 不代表永恆嗎 但是這陣子看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也覺得是 我也記得是 你是不是真的記得是 我記得那個場面是有她 有 陸敏儀小姐 是的 然後 在EYT那個廠 就是後面有現場觀眾 是的 對那個文章是否一閃那的光輝不代表永恆 當然 我未必代表永恆 但是一閃那是這三個字 或者一定是有閃那這個字 是的 或者是閃那的光輝 有些人講的 是的 但是 看一條片是一時的光輝 是不是啊 我們 我們要拿出來給大家看 阿天儀看著我們笑 阿天儀 你先聽到什麼版本 你先聽到什麼 阿天儀 你聽到是不是一閃那的光輝 你聽到一閃那的光輝 你聽到一閃那的光輝 你聽到應該是說 你的印象 一閃那 你聽到她是說 這件事真是孟德拉效應 真的 我之前才在看孟德拉效應有什麼 在香港都有 是嗎 你知道了真相 就是孟德拉效應是說 大家集體會 記錯了 記錯了 但為什麼會叫孟德拉效應 他說是發現了這個效應 是關大家記錯了孟德拉的一些事的 有些人以為他在1980年就已經過世 但原來在這個 他最近的幾年才是過去這幾年的 是呀 是呀 但是他在外國有一堆人是記錯了這件事的 然後數量是很大的 咦 死了 我們這個節目呢 是推銷集體回憶的 是呀 我都不記得了 你剛剛好像沒有說過 為什麼 孟德拉 有時候呢 那些歌 小時候看歌詞 最經常會發生這些問題 是 譬如我經常都說 我最喜歡拿這個 剛剛今個禮拜的嘉賓是何過榮 嗯 我一直都以為呢 是有子不和有中 有 哦哦哦 我一直都以為 不是 英文是有此 此不有中 是 我小時候聽鬼聲 我的中文又差 有子和有不和有中 是呀 挺對的 我一直都有這個 曼德拉效應 在我的腦裏面存在 是啊 直至我做電台 才知道 原來不是指和筆和中 是 是齒和中 不是這個就不是曼德拉效應 這個是聽錯的 哈哈哈 舉個例子 有些以為是的 是 譬如我一直都以為 我都說 也有另一個聽錯的 很久很久之前 我想正在做星期六時段的手下流程的時候 我一直都以為有一個D字叫做天儀的 是 因為C分那句話 以前大家都知道 那個中文 就是他數榜 是 就是有 周國鋒 天儀 我一直都是這樣的 原來他叫王天儀 因為那個王字跌了下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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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一直都以為他怎麼叫天儀 原來他開咪都叫王天儀的 真的天儀 是啊 你知道我對你也有一個誤解 是 我以為你是說韓文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萬德拉喬 是啊 原來很多 在港台也有很多萬德拉喬 先回到正題 那究竟 當年蔡豐華說的那句 是不是真的一時的光輝 我剛剛看完這條片 就真的是一時的 他怎麼說 一時的光輝 之後的文章是忘記了 但確定 那個詞語不是撒那 而是一時 還有呢 因為想當年 可能現場一定有很多記者 是 而我們收到那件事 我沒有看的 下一天呢 那一定是那些報紙應該會報 是 可能大家在那一剎那 真的抓不到每一粒字 應該這樣的 大概有一個意思 通常大家就是講一剎那的光輝 是 並不代表永恆 通常是這樣說的 這句正確 是嗎 以前還有的嗎 以前有人這樣很 這句話 等一下 這句話是他作的嗎 不是這句話 不是說誰作 反而是 是將他盛行起來 是嗎 我猜是 是不是天儀 天儀都不知道 是 好啦 那就是說 你肯定的 她是講一時 我剛剛看的YouTube片 就是 就是講一時 一時並不是講一剎那 好啦 我們不是討論這件事 我們想講這個效應 我現在問一下現場這麼多的聽眾 聽眾 如果你是說 即是你記得 是一剎那的話 就是你錯了 你錯了 你記得是 你舉手啊 香港市民都舉手了 我也是 因為我還在質疑 直至到 因為剛才這樣講 你這樣有條片 就沒得講了 那他應該是講一時的 即是說 我們集體都中了這個 曼德拉效應 就以為是 其實不是 是 他有講過這番說話 不過不是用一剎那 而是用一時的 Kent前輩不知道 自己知不知道這件事 他可能以為自己是說一剎那 因為那一刻 其實是有即時反應的 是